在台上讲解着 待会所要绘画的技巧方式 台下居民相当认真的倾听与学习 为了将社区的工艺艺术与特色文化做结合 与此社区发展协会 向台湾工艺研发中心 申请农村培立计划 邀请在地艺术家与居民合作 来创造属于玉石社区的图腾 那这个计划的话是希望说 可以针对我们的在地文化 然后跟在地工艺做结合 就是由洪浩伦老师 然后他就会教大家基础的画画的基础 由线条开始怎么样去画出图腾 然后再来把我们的文化融入在里面 然后画出属于我们玉石社区的一个图腾 那也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个图腾 还有这个捐印的工艺 也可以让我们的文化永续下去 也让我们的玉石社区的故事 然后也让这个文化继续保存下去 课堂中会先让居民们先讨论出 对于社区较为重要具有特色的历史故事 再由洪浩伦老师指导大家 来绘制基本的图腾 逐渐将社区中的特色凸显而出 之后会利用捐印将图腾印出来 广泛使用于生活日常用品 达到推广作用 我在上课的时候都会举一些比较白画的例子 让学员很快很快能够进入到一起学画 一起能够从画画里面找到我们本土图像 或者说我们玉石社区图像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及时广益 从互动当中能够发现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社区的图腾也好 色彩也好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新的构式出来 借由这个来形塑我们自己社区的文化 这些活动议员李作中也表示赞许 希望能借由活动将社区特色文化与公益代代传承下去 对到我们所有社区的文化的体系 特别邀请很多基督老师来建议基督对我们地方的特色 来做一个彩绘描述 可以让大家共同对地方文化国方面的特色来做一个描述 让大家认识我们地方的特色 让我们的兼顺兼顺典都了解 而这次玉石社区所申请的农村培力计划 是一系列的活动 共邀请了三位在地艺术家来指导社区居民 首先是由社区的口述历史中 选出较为重要具有特色的故事 来结合图腾做出重点图像 接着由娟映老师教导大家 如何将图腾映出来广泛使用 进而来达到宣传牛史起地方文化 我是温宁轩 超文长的报道